老闆會主委潘氏偉日前曾說希望推動修法 以植物類別來訂定不同的工時規範 更舉例像是研發工程師等等 只要靈感來了就可以寫 睡眠並沒有固定 這引發工程師的不滿 今天前往陳情反對以植物類別 來訂定不同的工時規範 認為這將讓雇主無限上綱 提高勞工的工時 反對並開承認識 反對並開承認識 考取標語抗議老闆會主委潘氏偉 日前說要推動修法 將所有行業都納入勞基法 休假及工時規定 但將改用職務類別訂定不同工時規範 趁著潘氏偉到文化大選演講前 希望能當面陳情 但沒見到潘氏偉 潘氏偉之前表示 不同職務執行的工作不同 公共時間也有差異 更舉例像軟體工程師 研發工程師可能靈感來了就寫 睡眠時間並沒有固定 工時也與一般員工不同 應該從工作的職務類型 來區分工時休假等規定 引發研發工程師的不滿 工程師好像隨時就可以工作 就是有時候睡覺睡到一半 就會洗來洗個程式 這也是跟現實狀況完全不符 每天八小時最多 談假班十二個小時 這是考慮到員工 他作為一個人的生存權 他的身體健康 以及他的這個家庭生活 法令如果通過的話 那我們的業主會根據這個法令 他會無限上綱的把我們工作時間提高 工程師反對用職務類別 訂定不同的工時規範 也擔心如果修法通過 雇主可以隨意支配勞工的時間 增加勞工的負擔 到時不只是科技研發人員 美術編輯等創作工作者 都將受害 記者理性招聚家謝祈文 綜合報導